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和我们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1945年国民政府的整军 那么上次我讲到了国民政府在军事架构上的整编 那么既然是整军,就会有大量复原的官兵 对于复原计划所裁剪的官兵呢 按照蒋介石当初的设想 是将现役施旅团之中的各级优秀的军官 官佐以及军事 轮流悉数集结于中央陆海空军各学校 重新训练,作为建立国防军的新干部 之后呢,按照省设立军区开始成兵 逐步成立国防师 将已经缩编的师和旅 配置在全国重要的公路铁路线上 以及国防重地,区分地界 限期六个月到一年之内 将其所下地区之内的公路铁路 或者是水利制和定期完成 而后呢,按照石友人数 施缩编为旅,旅缩编为团 继续增修公路铁路和治理水利 并且增加较久的生产事业 比如说造林,啃植以及移民戍边等工作 为此呢,当时行政院还成立了复原官兵计划委员会 对于复原官兵的生计,赴统筹设计之责 务必要使人人可以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按照当时的计划 预计第一期复原的军官官组18万人 其中除了1万人深造,1万人退役,1万人集团转业之外 其余的15万人将经过三个月到一年的训练之后 予以个别转业 转业的计划是 警官4万人 交通管理5000人 工况管理2000人 农村肯木1000人 土地测量1000人 地方行政2万人 地方卫生2000人 金融财政1000人 民众义务教员4万人 劳动服务队督导员4万人 整个的预算是2000亿元 再加上其他的事业开办费 还有军官的新奉等等 一共需3566亿元 至于说复原的士兵125万人 除了择游深造 以及边遣退役者 约25万之外 上于100万人 那么进行集团转业 分配于修筑铁路公路 水利工程 以及畜牧业等各项计划 但很可惜 这些计划大多数都停留在纸面上 很少能够真正的辅助实施 唯一实行的 是成立了20个军官总队 及4个支属大队 收容被裁下来的军官 正是由于国民政府 对于复原官兵的这种漫不经心 致使复原官兵 流落社会 生活无着 按照国民党原来的规定 军官官左退役金的数量 最高的将官 不过是发给一年薪 以及六斗退役粮 另加三分之一的月份 后来调整为 按照实质年资计算 以三个月的薪水基数 每增加一年 加发一个月的薪水 以及半个月的月份 然而在当时的物价上涨情况 如果退役之后没有职业 这点薪水 是根本不能够维持生活水平的 以至于出现了降级人员 退伍还乡之后 社会地位位于保障 遭受到保奖人员的欺压情况 这就难免让复原工作受到影响 复原官兵对国民党的心怀怨恨 不仅影响到了社会安定 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了 国军部队作战的事情 至于说被裁的军官 更是利用他们以往的社会地位 和活动能力私下串联 要求给予适当的安排 最后就酿成了中山陵 枯陵的那一幕 轰动了社会各界 对于军队复原整编 当时国民党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当时供职在军政部的郭汝辉 后来回忆说 围绕着整军 国军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奇怪的是 蒋介石、白宗喜、陈城都坚决反共 但是整军的态度却各不相同 蒋介石坚决反共 公共两军在全国已经广泛地展开了战斗 国军的将领很多人 都叫嚣着停止整军 但蒋介石还是要整 陈城呢 想要迎合蒋介石 所以呢 就大声疾苦整军 对于国军要整 对满洲国和汪尾部队更要整边 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 以保持国防军的纯粹性 那白宗喜呢 他认为内战不可避免 反对整军 实际上很多高级将领 对于整军都是态度非常消极 2月16日 军事副员整边会议在南京举行 蒋介石出席致辞 说因为军事上的弱点 所以政治协商会议由此失败 我们不得不忍耐 不得不避战 我们必须改正过去庞大空虚的 军制思想观念 而整军建军 重制不重量 会议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 加强革命武力 观照三民主义 拥护领袖 任劳任怨 复兴民族 当从死里求生 会后呢 陈诚就按照蒋介石的旨意 大力主张 采点军队人数和编制 实行精兵主义 那既然要精简 应该采取什么标准呢 那国民政府的国防部 在总结这次整员工作的 一份报告中是这么说的 自1945年1月起 以战区为单位 采点三分之一 也就是各战区 每三个军 应该采点掉一个军 三师制的军 应该采并一个师 两师制的军 或各缩成一个团 所缺之团 由其他部队 调拨补充 那么这个原则所标榜 是按照战斗编制 平均采减 但在实际操作里 这个原则 是根本没有办法 严格执行的 抗战胜利前后 战区的数量 有所增减 而且各个战区 所下部队的数量 均有程度不同的增减 况且就军队 整编前的状况而言 在充实部队 武器装备的同时 也要注意提高士气 所以国防部 所说的采减原则 它忽略了一个 最基本的准则 那就是战功 各个战区部队 在抗战中 参加的战役次数不一 所立的战功 大小不等 平均采减 是不利于提高 军队士气的 那么就先来看看 国军部队 实际采减过程中的情况 那么在抗战期间的 扩军过程中 蒋连师直接控制的中央军 他的扩张是最快的 最终呢 就形成了 以胡东南 陈成 汤安博 为首的三个军事集团 在整编中 中央军被裁撤的 主要是一些 使用非正规番号的部队 和所辖地方部队 我们先来看看 胡东南的部队 胡东南集团呢 是蒋连师在抗战时期的 战略预备队 为了培养这支预备队 蒋连师当时把 河南深西等地作战的部队 都调住陕西 交给胡东南 都去 整补 那胡东南呢 自然就利用他的权力 安插嫡系将领 扩充实力 到了抗战胜利之前 胡东南已经控制了 17个军之多 他本人呢 由战前的第一军军长 升任到了第一战区 森林长官 抗战八年之中 胡东南左部 主要是担任黄河河防 和封锁 中共陕西宁边区的人 参加对日作战的部队 和次数都是比较少 他会下呢 有九个军 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 大的战役 那么由于扩军过快 在胡东南所属的43个师里 有24个师 使用的是非正规番号 那么在整编中呢 胡东南的部队 就被撤销了5个军 共21个师的番号 其中第80军 最初是陈城控制的部队 新编第7军 是利用反正的伪军 改编而成的 三编第4军的番号撤销 改称27军 在被撤销的各师中 新编第2师 暂编第24师 暂编第26师 这都是由反正伪军 改编而成的 那么7个使用 非正规番号的师 改用正规番号 实际上呢 胡东南麾下 只是裁减了14个师 那么在裁撤的同时呢 胡东南通过人事调整 和建制调整 还掌握了其他部队 像第三军的前身 是北伐时期 滇军朱培德的部队 1944年呢 他所属的两师的师长 都改由黄埔军校出身的 李永章和陈子干担任 1945年1月 胡东南更是派了他的亲信 罗立荣担任军长 并且把第三军所属的第12师 拨归给第17军 那么第17军前身呢 是陕西靖国军 高贵兹的部队 在整编的时候 将他所属的新编 第2师的番号撤销 另外将第48师和第12师 拨入到建制 这样就便于胡东南 进一步的掌握了这个军 抗战结束之后 如果以战功作为标准 进行整编 首当裁撤的 应当是那些参战缴手 甚至没有参加过 重大战役的部队 但是胡东南的部队 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得以保留 那么为什么会保留 胡东南的部队呢 一呢 是胡东南的有部分部队 是在驻守大西北 像河西走廊和新疆 那么还有一些主力部队 是在从事封锁闪安京边区 还有就是 在抗战胜利之后 出兵近西南 郑州 河北和北平 积极抢占战略要地 他成为了蒋介石 要发动内战的胜利军 所以不可能被裁撤 那么再来看看陈诚的部队 抗战期间呢 陈诚先后担任 第9和第6战区司令长官 远征军司令长官 第1战区司令长官等等 1944年11月 他出任军政部长 陈诚在抗战期间 也是利用职权 不断地扩军 整编前 他控制着10个军 整编中撤销了3个 其中呢 在编第二军和第827军 分别是由广东的保安部队 和湖南保安部队编程的 86军 原是余继时 在浙江成立的部队 这干会战之后 归陈诚整编 那么陈诚麾下呢 保留了7个军 其中最主力就是赫赫有名的18军 这是陈诚的几家部队 那么54军和79军 这是由原来18军所属部队 扩编的 94军和99军 这是由陈诚的亲信 组建的部队 66军和75军 他的基本部队 是陈诚家乡浙江省的部队 那么在陈诚麾下所属的27个师中 撤销了八个师的番号 其中赞编第六师 前身是湖南的地方部队 197师是湖南的保安部队 赞编第七第八师 是广东的保安部队 赞编32和35师 是浙江的保安部队 那么陈诚呢 还利用他的关系 控制了一些部队 在陈诚的庇护之下 这些军队并没有被裁减 像第四军 这是陈诚通过他的亲信 罗卓英所拉拢的广东部队 整编的时候 将新编第二师 赞编第七师 赞编54师这些部队 都划归给了第七军 那么第七军的实力大涨 第五十三军呢 是原来东北军的部队 军长周福成和陈诚 都是毕业于保安军校 借助于这种关系 五十三军就获得了每些装备 所辖的两师 非但没有被缩减 反而还增加了荣誉第二师 那么再来看汤安博的部队 1944年8月 在河南打了败仗的汤安博 被撤销了第一战区 副司令长官的职务 三个月之后呢 重新得到了重用 调任钱桂乡边区总司令 出任新职之后呢 汤安博就把他在第一战区的 第十三军和第二十九军 调到贵州 在整编的时候呢 第二十九军被撤销了番号 同时呢 汤安博的亲戚马力武 出任第二十六军军长 汤安博留在中原地区的部队 有第七十八 第八十五 第八十九 暂编第一 暂编第九 暂编第十五军 1944年底呢 经过蒋介石的核准 暂编第一军和暂编第十五军 编为暂编第一军 原来暂编十五军的番号被撤销 所辖新编第二十九师 暂编暂编第一军 暂编第二七师呢 暂编暂编第九军 经过整编之后 暂编第一军改为第九十七军 七十八军呢 被裁减为1440 暂编给15军 那么汤安博的部队 一共被裁减了六个师 全部都是使用非正规番号的师 那么除去汤安博 陈城 胡宗南 这三大军事集团之外 其余的中央军部队 一共被裁去了六个军的番号 像九十三军 因为1944年底 擅自放弃泉州 军长陈慕农被枪毙 九十七军呢 1944年底在贵州 曾经被日军击溃 那么第十军军长赵西田 和八二九军军长顾西九 分别是顾鲁同的外甥和侄子 所以这两个军 合编为一个军 被裁去的十七个师中 有十个师是地方部队 包括像杨武城的旧部 第四十二师 福建张真的旧部四十九师 东北军的旧部 新编第二十四师等等 那在裁剪军队的同时呢 简介石还利用了各种方式 进行扩军 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在1944年底 发起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从军的知识青年 一共编成了九个师 分别是由简介石的 亲信将领担任师长 同时还撤销了七个师的番号 将各级军官培训之后 冲作为青年军的干部骨干 那么说完中央军的裁剪 我们再来看看 对地方军事集团的裁剪 抗战爆发之前呢 国军他内部的派系斗争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抗战开始之后 全国军队都归简介石领导 在军队编制 军队争目 后军供应方面 就出现了统一指挥调度 但是军队中的派系仍然存在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 许多部队长官的实际任命 仍然是由各军事集团掌握着 像简西山的晋隋军 荣云的滇军 李宗仁的新贵军 于汉谋的粤军 西北的马带军等等 任免这些军队的长官 都要先征求各军事集团首领的意见 所以在整编中呢 简离时对地方派系 就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首先呢 是平均裁减 以李宗仁白中席等为首的 新贵系集团 曾经多次举行反脚运动 抗战前夕呢 新贵系接受了军事委员会的整编 在抗战中 新贵系一共组建了五个军 分别住在广西和大悲山等地作战 在广西的第16集团军 下辖第31第46军 归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 第16集团军 以及第31军 在贵柳会战中呢 作战不利 就被撤销了番号 本来还想保留第31军的131师 结果主持整面工作的张发奎 把粤军64军155师的番号 换成了131师 这就实际上 把贵军的131师也给裁撤 同时被裁撤的呢 还有第31军135师 和49军170师 这样新贵系在广西的部队 就有两个军六个师 被缩减为一个军三个师 在大悲山地区作战的21集团军 下辖第7第48和第84军 他们是归第5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指挥 在整编中呢 就撤销了84军 以及两个师的番号 只保留了两个军五个师 1945年2月 李东仁又改任汉中行政主任 后来又改任北平行政主任 就不再直接指挥新贵系的部队 那我们再来看禁随军 禁随军呢 是阎锡山一手建立起来的军事集团 抗战开始之后 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战区内的军队虽然多 但阎锡山所能指挥的 只有禁随军 蒋介石另派中央军将领 威力皇 蒋鼎文 他们来指挥战区内的其他部队 抗战期间呢 禁随军先后拥有十个军的番号 在整编前 他仍然拥有八个军 二十四个师 在整编的时候呢 禁随军就被撤销了 第23第823 还有骑兵第一军的番号 取消了三个骑兵师 和六个赞兵师的番号 保留了第19 第33 第34 第43 第61 这一共是五个军 十五师 那么为了防止禁随军 势力的扩展 胡宗南的中央军 以配合禁随军 抢占战略要地的名义 在抗战刚刚胜利之后 就进驻了近西南 堵住了禁随军 向南发展的出路 那在各地方军事集团中 四川军队 也就是川军 是数量最大的一支 也是派别最多的一支 抗战之前呢 他内部就已经有了 杨森 刘文辉 刘湘 孙震 邓锡侯 李家育 郭汝栋 等派别 1938年初 刘湘病逝之后呢 他的部队 已经分化为 王灵基 王赞旭 唐世尊 潘文华等派系 抗战中 川军先后 编组了15个军 除了三个军 担任大后方的 随性任务之外 其余各军分别被派往了 第1 第2 第3 第5 第6 第9 各战区作战 在整编之前 川军仍有11个军 像李家育的第47军 长期在山西河南作战 1944年 李家育阵亡 左部呢 就花归给第5战区 22集团军 孙震的建制 22集团军 长期在湖北北部作战 所辖的45军 是邓锡侯的部队 41军呢 是孙震的嫡系部队 在整编的时候 李家育的47军部 就被撤销 他的部队呢 被划给给了 其他的军 22集团军的 3个军 7个师 被缩减为 2个军 5个师 仍然由孙震指挥 开赴河南 长期在 晚南等地作战的 23集团军 唐氏尊部 原来 狭有21和50 两个军 整编的时候 两个军合为一个军 保留了21军的番号 撤销了50军的番号 那川军将领中 和建立时 关系较为密切的 是王灵机 王南旭和杨森 王灵机的30集团军 长期在江西 湖南作战 原来下辖 两个军 四个师 但是因为作战 伤亡过大 1942年7月 报警将78军的番号撤销 所属两个师 改归72军建制 整编的时候呢 将王灵机 所属的四个师 采取了一个师的番号 仍然驻防在 湖北北部 王灵旭的29集团军 长期在湖北和湖南作战 原来下有两个军 四个师 那么在长德会战中 因为作战不利 主动请求 撤销了29集团军总部 和67军 那么在整编的时候呢 剩下那个军 44军 所属四个师 也被整编为两个师 进驻晚南 杨森呢 凭借着和蒋介石 有殷亲关系 在1945年初 升任贵州省主席 他所属的20军 所辖的两个师 得以保留 驻守湖南 抗战期间 担任后方随定任务的 还有川军的三个军 那么这三个军 并没有被裁减 他们是刘文辉的24军 邓西侯的95军 潘文华的56军 在抗战前 唯一没有被整编过的 地方军事集团 是滇军 那么滇军的首领人物 龙云 在国内的派系斗争中 一般是和蒋介石 保持一致的 在抗战期间呢 云南又编组了三个军 参加抗战 1940年之后 滇军分别在两地作战 新编第三军和58军 长期在湖南江西作战 60军和第25军 则在云南驻防 在所有使用 非正规番号的各军中 新编第三军 他所参加的战役次数最多 然而在整编中 却被撤销了番号 所部并入58军 那么有两个军 四个师 就缩点为一个军 三个师 那么60军和第二路军 所属的暂编 第20 第21 第22师 以及其他的独立师 则被编为 60军和93军 两个军 那么在整编的大背景下 作为地方军事集团的滇军 之所以能够获得 正规番号 是有特殊原因的 这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 在康乃刚刚胜利的时候 蒋介石就命令 昆明的防守司令 杜宇明 发动了兵变 驱逐了龙云 一时之间 舆论哗然 为了安抚滇军 才有这样的举动 康乃胜利之后 三支滇军部队被分割使用 58军 调往徐州 60军和93军 都被调到东北 一个在北宁路 一个先在辽南 后到吉林 那么这些 被平均裁减的军事集团 他们的实力都比较强 除了川军之外 其他各军事集团的首党人物 都比较有号召力 像姓贵系的李东仁 白庄喜 进随军的延西山 滇军的龙云 那么对于这些 实力比较强的 地方军事集团 蒋介石采取的策略就是 不管你的战功如何 真正实施了平均裁撤 但是对其他的一些 地方军事集团 蒋介石的做法 就有很大的差别 他进行了相对的保留 那么关于这方面情况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 感谢观看